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非警察向一个拍钢矿持武器的非法罢工工人开枪 打死34人 反普京的俄罗斯彭克乐队 三名成员流氓行为罪成立 被判处两年监禁 意大利与西班牙警方联合行动 在一艘保加利亚船上手获三吨可卡因 拘捕了21人 意大利工会的工人示威 抗议欧洲最大的钢厂 可能因为环保的原因而关闭 达卡的回教徒在铁月最后一个星期五 最快在回教旨祈祷 美国一级方程式的赛车 在连接新泽西和纽约隧道的示范表演当中 时速高达180里